欢迎回到Blind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ind the Kitchen 已经在家里面 不懂什么煮 今天 还有明天 已经很温了吧 不知道想要煮什么了吗 对不对 好 今天我盲人又来教你们怎么煮 黑猪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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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炒烧鱼 豆浆 还有 有姜 来 我教你们 看怎么忙人怎么煮 走吧 This is my friend 这个就是我的黑猪鱼 有头有尾 来 现在我教你 How to clean the pocket 好 好 后装 洗过后 煮过后 放一点点盐 我们要 给它 一些糖 要确保 确保 确保 鱼 有一点点 没有 那个 鱼的臭腥味 好 你也需要 清理它 然后 洗净 5分钟 很简单吗 很简单吗 很简单 对吧 就是要四样东西我要煮的 就是有姜 有青葱 还有小辣椒 小辣椒 小辣椒 是选择的 很简单 已经有四个材料 是 植物 小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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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椒是选择的 不管你喜欢 或者你不喜欢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煮熟 之后我会展示 最后一样就是 那个 豆浆 好 现在我要展示 你 切 盐 盐 已经熟好了 5分钟了 只要盐 盐 你确定 你的肌肉 是干 好的 用你的煮熟 来 细 给它干干 全部 不要有水 所以你煮熟 会比较美 一点点 比较厉害的 好 之后 好 用鸡 好 用鸡 就是跟它打盆底了 打到它美美为止 要用几多你喜欢 越多越好 然后 你的肌肉就会很 厉害 你看 我跟它打盆底了 耶 我的油已经够了 我的油已经够了 记得你们要选鱼的时候 这个尺寸 好 我的腿尺寸 кас 從 好 开始 准备 我的魚炸好了 现在我要煮它的 investors 鱼我已经准备了 现在我会煮粥 现在我会放入两拆油 煮油 两汤汁油 好的,煮葱汁油 然后一汤汁油 一汤汁油就好了 但仍然,不要加多酱油 因为煮油很酱 所以不要再加盐了 因为煮油这个葱酱是很咸的 可以炒给它酱酱 嗯 然后再下切鱼 还有鱼 然后煮它 煮油 之后我会放入酱油 酱油 加一点点糖 因为它很咸 所以你要加一点点糖 好,准备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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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桌子 但我需要描述一点点 我要解释一点点先 你们知道怎么忙人 怎么知道炸鱼会不会好 或是基于音乐 如何我知道鱼已经完成了 是准备 我正在煮炸 我只是听听音乐 如果鱼仍然有汤汁 然后 已经准备了 好,现在我的鱼都已经煮好了 嗯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们用心 什么东西都能煮出来 不管你是忙的 还是不是忙的 都可以煮出来 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记得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三次 我告诉你 哈哈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希望大家 这样简单的菜肴 能帮助你们在家 过再做几天的MCO 哇 非常美味 太好吃了 我的鱼 基本上是 Fermented Bean的 那个豆浆的味道 跟酱的味道 已经没有鱼腥味道了 太好吃了 OK Some people would like to add the cornstarch in the gravy but I don't like it because cornstarch will make the the gravy more creamy and sticky and sticky and then I don't like it so much 我不太喜欢用那个 Cornstarch 来加进去 所以呢 我只是这样煮的 希望大家 喜欢看我的频道 Remember 第四次 subscribe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 拜拜